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Phone 15 Pro Max 真的好看 終於換了Type-C了 iPhone 15 Pro Max 和iPhone 14 Pro Max的外觀比較 小歪耶 影片有點長 放一下時光戳技 開始吧 YouTube 如果你還沒看過iPhone 15 Pro 原色鈦金屬還有藍色鈦金屬的開箱影片 趕快去看我的開箱影片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是iPhone 15 Pro Max 256G原色鈦金屬的版本 等了兩週 這支手機終於到啦 在這裡 原本這支iPhone 15 Pro Max 是要我來做使用的 那我們開箱是非常簡單 我們只要把它打開 然後直接裸機的來做使用就可以了 但是最近剛好是我朋友的生日 為了完成他生日的願望 我們要將這支手機 讓他直接來做使用 但對他來講 他是不太喜歡裸機的 因為他很怕手機會刮傷 或是玻璃有刮到 所以我們要用這個透明的保護殼 來裝上我們的15 Pro Max 這樣可以讓大家看到 這是原色鈦金屬 使用最新的手機 那當然 這支15 Pro Max 我是想要全部都用原廠的配件 我想要用Belkin的保護貼 但是我們見到Apple 是沒有這個保護貼的 還沒有開賣這個 有兩年保護的保護貼 這讓我非常的困擾 就是說到底要用什麼樣的玻璃保護貼 現在玻璃保護貼都非常的貴 所以基本的玻璃保護貼 2.5D的就要990 但是你要3D玻璃的就要1290 甚至是有非常厲害的要2680塊 我覺得現在玻璃貼的價錢 真的是都太誇張了 但其實有一個玻璃保護貼 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價錢不會太差 就是犀牛論的玻璃保護貼 它只要680塊 當然 我們有找到更便宜更划算的版本 所以我就騎腳踏車騎了40分鐘 人類已經沒有住在地球 到內湖的Costco去購買 這款之前 我在15Pro就已經開箱過的 犀牛盾的組合包 那這個是沒有工商的 這個組合只要699 玻璃貼大概300塊 這個殼大概300塊 我覺得非常非常划算 所以我才花那麼多的精力去把它買回來 那等一下 我們就開始來開箱我們的 iPhone 15 Pro Max 開原色 把我們的透明殼 把它開箱裝上去 還有我們的 這個犀牛多轉玻璃貼 把它貼上去 第一次很棒的事情 是我的手上 剛好有一支15 Pro 有一支14 Pro Max 還有我們現在要開的15 Pro Max 那我們可以來做新舊手機的對比 同時呢 我們也可以來對比 這是最新的 iPhone 15 Pro 和15 Pro Max 這兩個大小的手機 他們在外觀上面 手感上面 還有在相機系統上面 有什麼差異的我 來分享我最真實的感受 來讓大家體驗看看說 我們應該要去買 舊的14 Pro Max 還是我們15 Pro 256G的太原色 這種最新的版本 或是呢 我們就來用小支的15 Pro 那我自己也是有很多的疑問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邊開箱 邊體驗 來跟大家分享說 我的想法和我的看法 就讓我們開始吧 現在來開箱一下 我們的iPhone 15 Pro Max 256G原色太金屬 現在最夯的版本 等兩個禮拜 搶購的時候 是沒有搶到這支手機的 我要等好久的時間 預估送過來的時間 是10月3號到10月12號 我是在10月8號拿到 蘋果的這樣的紙包裝 非常的漂亮 而且這樣撕起來是非常的讚 那我們就開撕囉 後面這邊還是有用一些玻璃纖維 讓這個膠帶撕起來是非常好撕的 要做到這個強度呢 還是需要一些塑膠和玻璃纖維的製品 也許之後它可以用一些木頭的藏鮮 素質來做到這個東西 那連這邊都不需要用到塑膠 哇我們的iPhone就擠在這裡面 哇 iPhone 這邊的字樣是原色太金屬的字樣 Titanium的顏色 依照著這個指示 這樣子把它打開 哇這樣就湊出來 這樣它就 停起來 這邊有一個很好的 對我們手機的緩衝 同時你在開箱有一個非常好的體驗 這樣透過一些機械的機構設計 在紙箱上面 還有這個紙的這種不同的阻力 這樣可以把它抽起來 這樣抽出來 東西就會這樣拉出來 然後剛好就是iPhone的大小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的包裝是有比較厚一點喔 這次的15 Pro Max的包裝是有比較厚 原因是因為這隻手機也比較厚一點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覺得它這種粉末的樣子 就是說鈦合金跟鋁合金的液材質的結合 這邊來看一下 機側都是跟它的顏色是有相關的 打光的情況下可以看到這顏色是非常漂亮的 藍色的這隻也把它拿出來 這是15 Pro 看一下它的包裝 哇 那Apple Logo 哇這三個顏色 哇好漂亮喔 這是紫色 這是藍色 這是鈦色 原色太金屬 這邊iPhone 我看後面這邊紙盒長這樣子 這邊是15 Pro Max 15 Pro 我的開箱方法是非常簡單的 我都只撕上面 把它拉起來 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新的手機囉 開箱囉 我們的15 Pro Max 哇好漂亮喔 看一下它的背板 哇 兩個禮拜這個算不算是第一批 有些人有遇到一些問題是說旁邊這邊會有切不齊的狀況 縫很大的狀況 現在來摸摸看 我覺得它的做工是切得很齊的 上面也是 因為我這個燈還不錯 所以肉眼看起來它是一個 核色就是有暖暖金色這種香檳金的顏色 偏銀一點就是有點棕色的這種太金屬的顏色 我覺得真的好好看喔 我們看一下側邊 側邊我學長一直跟我講說這個顏色就像是鋁門窗的顏色 沒有很高級 但是我現在這樣看我覺得真的蠻不錯的 因為S7的時候我其實就已經蠻想要買Apple Watch Edition 它是有鈦金屬的 然後非常的輕 邊框就跟那時候的邊框是非常非常像 那一代的Apple Watch Edition真的是沒有賣的非常好 真的很好看 好漂亮喔 上面的印刷都是跟原色鈦金屬的印刷 這邊是有一點小小的色差 不過還可以 我們相機上面看起來是有小小的色差 實際上看起來都是一樣的 質感真的很好看 那這次手機呢最厲害的就是 欸我們這邊有Type-C 終於換了Type-C了 很多的配件是可以共用的 這邊裡面呢它有小小的印說 這支是Made in China 它是印在Type-C的口裡面它都有列出來 我們簡單來看一下配件 這是Type-C的線 這個線只有2.0 所以如果我們要高速的傳輸我們的iPhone的資料到我們的MacBook的話 我們還是需要有一條Thunderbolt或是USB3的線 我們才可以快速用10Gbps的全速的速度來傳輸我們的影片檔案 我剛好之前有買一台2019的MacBook Pro 16吋 有附上100W的充電 這線其實是有Thunderbolt的功能 可以拿那條線來傳高速的資料 但是新的MacBook使用這條MacSafe的線來做充電的 沒有USB的功能 我們就還是必須要去買一條新的線 非常的討厭 我們來看一下紙包裝裡面有什麼吧 首先這邊有Apple這次的卡針 台灣現在還有實體的SIM卡單卡 像美國版本全部都轉換成eSIM的 就不需要有這種卡針了 我是覺得實體的SIM卡還是十分方便的 這邊有各國語言的英文、中文、西班牙語等等的介紹 而這邊又有一張很神奇的卡片 有點不知道這什麼意思 應該是泰文喔 再來就是白色的Apple Logo 貼紙 這個底層的也是紙質的 十分的讚 這個貼紙還是必須是塑膠的 非常的不環保 這個貼紙真的很讚 這邊我們來簡單的比較一下 iPhone 15 Pro Max和iPhone 14 Pro Max的外觀比較 首先我覺得最明顯的是 這邊做成是有弧度的設計 不只是框喔 連這個玻璃這邊都是 旁邊有微微的曲線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這一台沒有像網路上有些災情 看起來非常的可怕 網路上有些災情 邊緣他們那些是可以插入一個紙片的 而我們現在收到的這支手機 邊緣都非常的順暢 做工我覺得是非常讚的 看一下正面 做工我覺得都還蠻不錯的 貼紙是有點貼一點點歪掉 就一點點而已 今年的防護必須要更小心 原因是因為這邊是蠻圓弧的 而它的玻璃是比較薄到旁邊 是弧度是由這個玻璃來做承載的 這邊也是 玻璃是比較跑出來一點 而最旁邊 我覺得蘋果是十分的信任 鈦合金的強度 所以這邊做一個圍曲 讓手感變得更讚 然而保護程度就我覺得 應該是沒有那麼好 大家必須要非常小心 今年的手機一定要轉渴 或是要保Apple Care 有可能一不小心 撞到了 這邊是非常容易破的 尤其是Pro Max 為了要降低20公克的重量 我們可以想像 15 Pro跟15 Pro Max 都共同都一樣的降低了20克 然而15 Pro Max的體積大了非常多 在Jerry Rig Everything 他有測試到說 在這邊重壓 iPhone 15 Pro Max 背板是會破的 背板裡面有一塊金屬是有比較減輕的 今年Apple為了要減輕有點犧牲的iPhone 15 Pro Max的強度 大家必須要非常的注意 在外觀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這就是蘋果的商業策略 他是非常希望你用他的手機 把Apple Care Plus 那他的策略是這樣的 在12、13、14 他是會希望你去買他的皮革保護套 和矽膠保護套 而今年他把手感調得非常的好 就是希望你去享受 這支iPhone裸機的手感 他的邊框改得更窄 這些都是為了裸機的用戶來做優化 對於裝殼的人來說 輕了20克有一點點 但是實際上邊框裝了殼不會差到太多 而這個強度比較差 會讓這些沒有保險的人 如果手機摔破了 他的維修費用卻更高 對蘋果來講 其實就是要你去訂他的保險服務 才可以安心的使用這支手機 而舊的不鏽鋼設計 就非常負責任的 這個邊框雖然重 但是他的強度是非常強的 他是一片平的 是一個非常成熟的設計 在YouTube上面他們有去測試 14Pro和15Pro 在雪梨的歌劇院外面去做摔機測試 發現到說 14的強度是非常強的 這個補鏽鋼的強度是非常讚的 而這次蘋果為了要把手機的重量降下來 因為14Pro Max真的是實在太重了 很多人可能就抱怨說 這支手機太重了 他不太想買這支手機 女性用戶是非常少的 原因就是因為他的重量真的是太重了 而且每一年的相機模組的重量 都一直在往上加的情況下 蘋果一定要想辦法讓手機的重量降下來 因為他的畫質必須要越來越好 但是重量越來越重 對於使用者體驗是非常差的 你們可以看到以前的設計就蠻簡單 這邊就是平的 在貼模的時候是蠻簡單的 而我這個模是抗反光的模 厚達的人去貼的 我覺得他貼的非常不錯 但可惜的是他的強度沒有到很高 我不小心摔到地上以後 這邊就破掉 這邊還有一點小刮痕 以質感來說 我覺得不鏽鋼的質感還是比較好的 在外觀方面呢 我還要提到有一個問題 像這一代深色的iPhone 一直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當我們在拍照的時候呢 他總共有三顆鏡頭 但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要跟別人講說 你看主鏡頭 或是看廣角鏡頭 或是看望遠鏡頭的時候 你很難跟他講說 這三顆鏡頭位置在哪裡 因為他是暗暗的很難看得到 15我覺得有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說他邊框的這個 泰色的金屬跟背板 其實還是有一定的色差 這邊是灰灰的 然後這個顏色是純泰色 還是有一定的色差 但我們在這樣看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的泰的邊框 可以看到三個圈圈 我們就可以跟別人講說 左上這一顆 右上這一顆 和下面這一顆鏡頭 在拍照的時候 我們可以跟別人講說 到底是哪一顆鏡頭 可以清楚的表達 淺色的機子通常沒有這個問題 對於深色的來說 15 Pro和15 Pro Max 這個問題得以解決 可以看一下這次外觀最大的不同 就是在靜音鍵上面 14 Pro靜音鍵就是非常經典的設計 就是你用這樣搬的方式 搬的時候手感非常的讚 一般14的這種保護坑 他這邊都會挖一個洞 讓你去搬這裡面的功能鍵 而今年因為大家不知道說 蘋果要改設計 今年多了一個Action Button 有非常多的殼 都是像這樣子去做一個挖孔 讓大家來按Action Button 而這樣的體驗就會變得非常糟 因為你要到這個空格裡面 然後去壓Action Button 而這個Action Button 就變得非常的不直覺 而且是很難按到的 其實比較好的設計 是我這邊有體驗到的 犀牛盾他的殼的設計 覺得是蠻讚的 Action Button這邊 他是實際有一個按鍵 而且他是比較平一點的 可以確保說我的音量鍵 是比較突出來 而我這邊Action Button 是比較凹進去一點 但是你還是可以摸得出來 快速按的時候 他是一個按鈕 按起來手感非常的讚 簡單看一下他的攝影鏡頭的模組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閃光燈 是沒有什麼改變的 而今年多了一個鍍膜 我不知道大家 這樣子看得出來 還是看不出來 之前14Pro的一倍鏡 這邊 他的鏡頭是比較透 沒有鍍膜的部分 新的15Pro 這邊他是有鍍膜 所以他反光度是比較低的 減少一點炫光 但是藥光還是已久存在的 減少炫光可以讓照片的純淨度更高 但是今年的Sensor 是沒有做太大的改變 而比較大的改變 是在ISP還有匯流部分 以前呢他只能做到的是 4800萬的RAW 跟1200萬這樣子的拍照的模式 而今年ISP多了一個合成的技術 是可以把1200萬的Deep Fusion 跟4800萬的輪廓 去做一個2400萬的照片輸出 而這個是需要ISP快速的Bus 也就是匯流排 才可以做到這樣子的存儲技術 而我相信在未來 也許是明年16或是17 就非常可能是有Live Photos 又同時有4800萬的壓縮的照片 所以可以從基礎的2400萬 提升到4800萬 將相片提升從1200萬到2400萬 對於消費者和對於蘋果都非常有利 對消費者來講 我可以有更仔細的照片 我的數位的回憶 就變得更detail更有細節了 而對於蘋果來說 這樣子就是來佔用你 手機容量的一個方式 我們可以想一下 2400萬的照片跟1200萬的照片 就多了兩倍 所以你原本128G或256G 如果你全部都是拿來拍照 這些照片就變兩倍大 手機就相對於64G和128G 就少了一半 對於我們來講 全部都是拿來做錄影 4K60幀來講 其實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如果要做非常專業 而無壓縮的影片攝影 Programs的格式 手機就非常容易就直接錄滿了 1TB也夠 所以才需要說高速的USB-C 來接上我們的高速的外接硬碟 這個是一個Thunderbolt的外接硬碟 那我們在錄ProRes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拿出像這樣子的硬碟 接上我們的USB-C 這樣接上去 然後就可以外錄影片 非常的實用 但等等我們要測試一下 Thunderbolt的外接硬碟 不確定是不是可以讓iPhone來做使用 不知道這顆Thunderbolt 它有沒有向下兼容USB-3的規格 所以要測試才會知道 好的我們趕快把封膜撕起來 然後等一下套上透明保護套 撕膜 哇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正面還有未開機的螢幕 我們可以看到旁邊這邊是有弧度的 有曲度的 我們用反光來看一下 這邊是有弧度曲度 所以今年這隻手機為了讓它變得更圓滑 因為三年就要改一點外觀 而蘋果做了改變就是 在一樣的體積下面 讓它變得更小更窄 有方框的這種質感 同時在手邊呢 比較不會刮手 所以讓你覺得 握起來裸機的手感非常的好 而邊緣它就用2.5D的玻璃 因為我相信它是 相信它的超磁晶盾的強度 或者是蘋果有一個陰謀 就是它一定要你保Apple Care 就是讓你更容易的摔破這個玻璃 那你有保固的情況下 你當然不太需要擔心 因為蘋果就用換的 幫你換螢幕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你如果是買iPhone 卻沒有Apple Care的話 你摔碎 就是要非常貴的維修金額 而這個維修金額 蘋果又可以再賺一筆 非常的邪惡 我這個雖然有貼膜 我們還是可以簡單的看一下 我這邊指紋硬是非常多的 我們把手機擦一下 我們現在就來把我們的iPhone15 開機我們來比較一下 跟14Pro Max的邊框的 螢幕的邊框差異 你看到平板式的 這樣子的 14Pro Max 它的玻璃貼可以貼到很邊緣的部分 哇這邊框真的非常非常的細 我們這邊可以比較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 它邊框超級細 尤其是Pro Max 我們可以看到Pro Max它的邊框 因為它的手機又更大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升級 就是你一定要買Pro Max 你才可以體驗到這個邊框細 因為你螢幕大 然後這個邊框 哇看起來真的超級超級的細 而跟上一代 我們這樣子直接看 就真的是差很多 因為螢幕大 邊框的窄度就會更明顯 我覺得這就是蘋果它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會把大螢幕 它賣費7000到8000塊 但是它的所有的設計 都是為了大的來做優化 就是讓這個邊框很窄 就是你必須一定要大的 你才可以看得出來 再來是靈動島的寬度 會讓比較小隻的 旁邊可以塞的 iCon就會比較少 而大隻的可以塞比較多 所以蘋果就會一直對大隻的 或是大台的筆電 像我上面那台的筆電 做很好的優化 比如說它的瀏海啊 可以遮到的iCon就會比較少 就是蘋果它 它電子產品的設計 的一些細節 它就想辦法讓你去買最大的 有最好的體驗 這個是配角 我們配角就先離開 你就專心來處理我們的食物 我們現在來開箱的是 iPhone 15 Pro Max的Clear Case 也就是透明殼 這透明殼呢 跟矽膠殼 和現在新的fine woven 基本是不太一樣的 它還是需要用這邊去把它撕開 那我們就把它撕開咯 這邊打開 直接這樣抽出來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邊是背面 但是我們轉過來這邊是背面 這就是包裝設計上面的一點小瑕疵 它應該要是要一樣的 就是說在這樣去把它抽出來 我覺得體驗會比較好 不過沒有關係我們把它拿出來咯 把我們的 透明殼把它拿出來原材的透明殼 那裡面這邊呢 還有一張說明書 也就是這個殼要怎麼使用 但因為它是配件 它不是一個主要的產品 而沒有蘋果的貼紙 新年的透明殼 真的做得非常透非常的好看 我覺得它的磁鐵這邊的設計 又有做更多的進化 而像這種比較硬的殼啊 它因為它一定要有一點的容錯量 這樣才可以裝得進去 它下面這邊是沒有保護的 但是蘋果的殼真的是做得非常的棒 整個手感摸起來是非常的滑順的 我們現在把我們的15 Pro Max 把它裝進殼裡面來做最好的保護 我們在裝殼的時候 都是把鏡頭先放進去這邊 然後另外一邊也一起進來 那我們像這樣子就放進來 這個裝進去的體驗是非常好的 我們只要把上面對準以後 它就自動滑進去了 原色的鈦金屬 加上這個白色的磁環 看起來感覺 而這邊的鏡頭都是沒有突出來的 我這邊可以按按看它的按鍵的感覺 這按鍵的感覺沒有矽膠的那種浮動的那種感覺那麼好 但是它是一體化的又有這種手感 我覺得做的已經蠻厲害的 HELLO HELLO 單紙叢銀 VoiceOverall 那我們再看一下音量鍵還有Action Button 音量鍵是有點比較難按的 就是它的要壓比較大力一點 那Action Button呢 看一下喔 透明殼在壓的時候這邊的按鈕是要壓比較大力的 體驗是沒有像Fine Woven或是矽膠殼那麼好的 不過它的透度和這個顏色 就真的就是要讓大家看到說 我就是今年的原色鈦金屬 就是iPhone 15 Pro Max 真的好看 接下來我們要趕快把我們的玻璃貼把它貼上來 那我們這次就要請出我們的 犀牛盾防護組合包 這個699的Costco買的 那我們就來開這個囉 我們打開以後呢 我們只需要這個玻璃貼 那這個我們就先放在旁邊 如果有機會有人需要 或是要賣掉的 我們這個是可以拿出去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是不需要 我們現在都要用原廠的撲殼 我們把這個打開 一堆的紙包裝 Tempel Class Protector 包裝真的小包的 把這個拿出來 吸牛盾的LOGO 這裡面看到一片 這邊是這個小包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的玻璃貼本身 這樣 這應該是2.5D的 680的基礎的2.5D玻璃貼 那個玻璃貼本體就長這樣 它的框也是非常的細 然後上面這邊也挖一點是給聽筒的 這個小包裝呢 裡面應該就是 這小包裝裡面就是一些貼紙啊等等 這個你看一下 這是我們的工具 這是一個LOGO 那我上次沒有發現 它其實是一個刮片功能 就是我們裝玻璃貼的時候 我們把它刮起來這樣 可以把它擦到旁邊 這邊呢 有一個這種完全乾淨的 擦拭布 然後大片的 就是把那個灰塵黏掉 還有小的 沒有提到說 今年它的邊框很有可能會沾指紋 純色不太會沾指紋 但是深色 比如說像黑色或藍色 就非常容易沾指紋 或是後面非常容易沾指紋的情況下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蘋果要你買它的擦拭布 WAT 這樣它可以賺更多的錢 然後把你的iPhone15擦得乾乾淨淨的 然後它還可以多賺個590 好的 我們現在開始來 把我們的玻璃貼貼上去囉 那我們現在用大片這個把它 捏一捏 邊緣這裡 有些灰塵不太好黏 但是它蠻注意的 帶殼的情況下貼就是為了要 就是讓它比較好對準 我是希望這樣子可以比較好對準 我不確定這樣是不是對的 不過應該是可以 好的 那我們現在確保上面都沒有任何灰塵的情況下 我們把我們的 這個把它拿起來 玻璃貼把它拿起來 那我們小心對準 好的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的小歪耶 我這邊貼的好像歪了偏這邊一點 好吧 那我就還要再過來調整一下 好的 今年2.5D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不好貼 就是你要貼到四邊等寬 這真的是需要一點技術 那我們現在把它貼進去以後呢 我們就把它再刮一下 我們可以看一下說 裡面的到底有沒有貼起來到底好不好 好像可以看到說 這邊 好像裡面有一點小小 我再做一些調整 這邊花了非常久的時間 終於把它弄到四邊的等寬 就是我們玻璃貼貼起來 這邊的寬度和這邊的寬度 上面的寬度和下面的寬度 是四邊等寬的 花了非常久去把它調整好 我花了大概快半個小時去把它調整 然後把它調到就是說 每個地方的寬度都是一樣的 我覺得這還是需要一定的技術在 而我 因為沒有什麼技術 所以要花非常多的時間 那我們現在把 就是我們的iPhone 再把它裝回我們的透明保護殼 那我們這邊先進去 這樣子 就非常的OK了 那這個玻璃貼我覺得它的透度和它的滑順度 我覺得都非常的棒 原色太金屬 非常的在 好的 那我們現在開始進入這個系統吧 往上滑 反體專文 台灣 設定語言 外觀這邊我們把它設置為大 用了大字手機把它設置為大 比較好看的到樣子 快速開始 我們直接把它這樣子繼續就可以了 這邊呢WiFi 我就選擇安底TV5G 我們這邊輸入我們的密碼 需要一些時間 應該蠻快的 隱私權這邊更多內容可以完成 這邊應該繼續就可以了 設定iPhone為我自己設定 Face ID稍後設定 密碼 這邊我設一下我的密碼 這邊我們快速的先設定好 不需要 這邊我們就 這邊 這邊不能直接繼續嗎 好的那我現在把我的Apple ID把它放進去 安底TV 我們就可以進入我們的 新的iPhone 15 Pro Max iOS 17的設定動畫真的是蠻漂亮的 繼續 然後請自動下載 就是我們不要自動更新iPhone 還可以控制說我們要維持在哪一個版本 行動數據 這邊就是 設定行動數據 我們稍後 我們這邊先不要 稍後再說 我們現在只要先啟動手機 然後來做測試 好的這邊在教學你 就是說 靜音模式現在變成軟體這邊滑下來 或者是我們這個動作按鈕 我們只要9按 它就會靜音 再9按 它就會變響鈴 這個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改進 原因是因為之前我們都要這樣再搬 然後我們要轉過來 然後再看說 其它是紅色還是什麼顏色 我們在使用一隻手機的時候呢 我們直接眼睛看的就是這整個大螢幕 所以靈動島的升級 就是為了這個來做一個鋪墊 我們現在按一個按鈕 我們眼睛是直接看 就可以看到靜音 再按一下它就可以響鈴 我們可以眼睛在這邊看 而按鍵是側邊去按 這樣比以往的就是 你要去看 同時要做動作的時候 你這樣子在看的時候 我們是從前面往前看 但是我們動作我們要這樣左右的撥 我覺得這是一個長久以來的一個改進 在互動上面來講 也其實是更方便的 這樣子 蘋果也給使用者一些彈性 比如說如果你真的會常常用這個 波鈕去調整靜音和非靜音的人 你可以維持這個動作按鈕 持續的是靜音和非靜音 當然有些人他很常不會用到這個功能 他可以把這個動作按鈕 比如說按久一點開始錄影 或按久一點直接開啟 Chat GPT 有各式各樣的動態的功能 可以透過一個按鈕來做達到 這樣子可以給各式各樣不同的使用者 可以自由的來使用他的手機 而不是被一個靜音鍵所卡住說 你只能靜音而不能有其他的功能 當然今年的動作按鈕他只能長按 有非常多人非常期待說 他可以有按兩下或按三下 或甚至是更多的排列組合 可以來做更多的捷徑和功能 那這我相信在明年的iOS18 也就是明年的3月4月 WWDC的時候軟體 Apple優秀的軟體工程師一定會把這個功能來做改進 這邊他提到說我們有SOS的功能 就是他從以前就有車貨偵測 部分國家有衛星的SOS緊急服務 那我很幸運的今年因為我有去美國 我在飛機上和在美國的本土 我都有看到說 當我們沒有網路的時候 在飛機上面的時候 他會有GPS的通信 告訴你說你在飛機上如果需要SOS的話 你其實可以透過你的iPhone來做求救 14 Pro Max就有這個功能 我覺得相當的棒 而當然15 Pro Max也有這個功能 歡迎使用iPhone 這是我們新的一支iPhone 今年最流行的原色太金屬 讚啦 往上滑就開始囉 現在全部都是原廠的畫面 那這邊他問我說我要不要分享 就是尋找和訊息 稍後再說 我們現在就直接來玩 這樣 現在我手上錄影的這台相機是iPhone 15 Pro 來做我這次的開箱的攝影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用15 Pro和15 Pro Max 我們來測試它的攝影還有一些新的功能 我們現在已經把我們的15 Pro Max 已經裝上原廠的透明保護殼 非常的好看 它這邊有保護到我們鏡頭 同時在我們的螢幕也有做突出 來做非常好的保護 而下面這邊是輕鬆就可以來拆裝的 我覺得這個透明的保護殼 它的景度試裝保護也相當的棒 那既然這邊都已經裝殼了 我這個14 Pro Max是沒有原廠的透明保護殼 我一直都使用的是這款 Peak Design的14 Pro Max的這個保護殼 它這邊有一個Peak Design的快扣系統 這個是陶瓷的材料 它可以直接扣住讓你在重機腳踏車 各式各樣的位置可以提供鎖定 用磁吸還有鎖定的功能 我覺得這個殼非常的棒 而當我在買這個殼的時候 台灣的代理商非常的讚 他送我這個Capture這種快扣這個點點 而這個殼最棒的事情是說 它下面這邊有提供兩個掛繩的孔 可以讓你跟Peak Design的其他相機配件 來做連接 它有提供給我兩個 送我兩個這個快掛 但我就只用一邊 那我的做法是 我用手就是先這樣子把它夾住 然後來使用我的手機 我都是用手這樣夾著的 好的我現在就把我的14 Pro Max 把它裝上這個殼 然後我們來比較一下它的手感 我簡單來講一下這個殼它的設計 它裡面這邊呢 它是有蠻多小小的挖孔 來做一些緩衝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殼的防護性沒有到非常的好 原因是因為 我這支手機有摔到 就是這邊摔到地上的時候呢 從口袋的高度摔下來 摔到這邊 它邊緣這邊它雖然做得又厚又寬 但是實際上 掉到地上的時候 它的防摔我覺得沒有到非常好 這邊它就尻到了 一點裸露出銀色的顏色 而我們這邊電鍍的不鏽鋼是紫色的 就會看起來非常的明顯 因為這張保護貼 我當時貼的時候只有兩個月的時間 我就把它摔破了 所以我一直都使用到現在 因為一片保護貼真的蠻貴的 我這個是厚打的這種低反射塗層的 低反射塗層的玻璃貼 它的價格非常的貴 大概要1200-1300左右 只貼了兩個月 我真的是很不下心把它撕掉 重新再貼一次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們又要再 跑到我的螢幕上面 我覺得真的不是很好 可是我們現在把它裝上來 一樣是這樣裝進來 簡單介紹一下這個保護殼 我覺得它很好是它這樣子摳起來 可以把手機做得很好固定 那這邊呢 因為它邊邊是抓得非常緊的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邊還有做一點簡單的圓弧 所以當我們在側滑的時候 這邊是 我覺得這邊的邊緣是非常順的 它可以這樣直接過渡過 而下面也是可以直接過渡 可惜的事情是 我這邊有一點破損 所以現在摸起來它的手感是 沒有像原來貼完整的時候那麼好的 原本剛開始玻璃貼好的時候 這個是真的是非常順 就是手感 有時候呢 我很多的玻璃貼 因為它是平面的 所以它邊邊你這樣摸的會卡到 而這款玻璃貼剛好它貼得很滿 而且跟這個手機殼剛好是合的狀態下 我們可以直接從邊緣這樣子滑過來 我覺得是非常滑順的 讓我使用 大概有8個月是非常開心的狀態 而這邊是經營鍵 就是傳統這樣經營鍵 它挖孔因為邊框有點厚 所以它其實調整的時候 還是要看一下和調整一下 按按鍵沒有像原廠的那麼好按 按起來是有點硬硬軟軟的 它不是像原廠是浮動的超級的好按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後面是針織的 然後這邊是有一個快扣系統 可以讓你扣在各個地方 然而這個針織的系統 它們的防水布 就這樣它就會有白白的痕跡 我們可以看到說這邊用MagSafe 用了8個月9個月左右 這邊它都是有摩擦受傷的痕跡 簡單可以來比較一下說這個的保護殼 跟原廠fine woven有什麼差別 這個是比較粗的 而原廠fine woven是比較軟 比較舒服的 但是這個的刮傷痕跡 其實不會像原廠那麼明顯 原廠fine woven的刮傷痕跡是非常明顯 而且會看起來舊舊的 很快就會看起來舊舊的 所以非常不建議你去買原廠的fine woven 而今年15的系列 這個除了黑色和鼠尾草率之外 它還有推出紅色黃色和藍色 我覺得那些顏色都非常繽紛非常讚 如果你有喜歡Pick Design這家公司的話 我覺得你是可以去買這個保護殼的 但是它們今年有一個問題是 它們在邊框這邊它們是挖孔的 設計錯了 它們有兩三個方案讓你選擇 說怎麼樣可以把這邊按鍵或是退廢 保護殼我原本都覺得說它是很Hardcore 就是保護性很強 但實際上我覺得Pick Design第一次做保護殼 它的保護性在這個邊緣 我覺得它的保護性沒有像傳統Other Box 或是UAG那麼樣的強 因為我這樣的手機這樣摔到地上 然後這樣翻 這邊這個角它就有點這樣跑出來 刮到這個邊角了 讓我十分的心痛 而它這個殼非常的重 加上這支14 Pro Max 超級超級的重 所以在這邊 它為了這邊要做一些開孔 所以我們的手在這邊放著的時候 小拇指會非常的痛 因為整隻的手機的重量 就集中在這一個點 這樣手在握的時候是非常難握的 簡單來比較一下 就是磚殼了以後這兩隻的手感 14 Pro Max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 加上這個殼就更重了 就是重量真的是相當的可觀 加上說它這邊下面這邊的圓角 是沒有做的非常明顯的 我平常是這樣夾著 其實摸起來還好 但是你如果是沒有用這個掛扣的情況下 你這樣在摸 這樣手在這樣撐著 所有壓力都在這個點 而這個點是非常小 所以手會覺得很不舒服很痛 而這支15 Pro Max 它降低了21克 加上原廠這個保護殼是比較輕 但是它的防摔性能非常的強喔 原廠的防摔性能 因為手機本身就是Apple所設計的 所以它非常知道說 每個邊邊角角的大小尺寸 還有圓角的弧度 再來是蘋果他們的產品 只要是蘋果自己的產品 他們都有非常嚴格的防摔 等等的這種試驗 為了要提供你最好的品質 透明的保護殼 比你想像中的耐摔 但是還是沒有像是UAG 最極致的那種是可以好幾層樓 丟下來都不會壞掉 Apple它是可以保護你 大概是一個人高度的這種高度 它的殼會毀壞 但是手機並不會 這手感真的好讚 它這樣摸起來 這邊的圓角又更大 然後摸起來就是一個黏黏滑滑 就是它的這個塑膠 你可以摸起來是一個 很光滑很高級的感覺 它上面的鍍膜就讓你覺得滑滑的 我覺得非常的讚 重量來說真的減輕了蠻多的 原本裝這個殼真的比較壯 手機也比較壯 大概是有30克的減輕的重量 在攝影的時候 我們看這兩邊 看不太到它的鏡頭 而這邊是非常明顯 15 Pro和15 Pro Max 在調顏色我可能會調白色的 如果我用透明殼的話 這個圈圈就比較 跟顏色會比較相近 而這次的灰色呢 我們來跟我們的MacBook 來做簡單的對比 銀色的MacBook 它的灰色是比一般這種鋁合金的 銀色還要更灰一點 暗一點 而鈦金屬的顏色跟鋁合金是蠻接近的 但是它還是金了一點 真的蠻希望說它可以把這兩個顏色 調得再接近一點 這樣子我們在搭配一整套的時候 看起來的顏色會比較有一致性 我們現在 將手機換成是 iPhone 14 Pro Max 來做這次的拍攝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這兩隻都是 一隻是15 Pro和一隻是15 Pro Max 這次已經開箱了兩個禮拜 而這隻是今天才剛拿到的 這次的藍色真的是非常的深 所以我們一定要打光了以後 才可以看出它的藍色的顏色 原色太金屬 它的顏色在打光底下 會有一點淡淡的金色 但實際上我們平常在用 沒有打光的情況下 它看起來比較像是灰色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兩個殼 一個是犀牛盾的殼 一個是原廠的殼 我們可以看到說 原廠的殼是比較薄的 透明殼都會做比較薄 犀牛盾的殼 它可能為了要做防摔油比較強一點 它其實做的是蠻厚的 但犀牛盾的殼 我覺得它的按鈕真的是做得蠻不錯 而且它的按鈕是可以換顏色的 我覺得相當的讚 而它動作按鈕這個挖槽和按下去的手感 我們可以聽一下聲音 這手感真的是很棒 除了有幾個小小的缺點 我們可以看一下 按下去的就是直接連動到裡面的按鍵 所以按起來浮動性按起來是很好的 那唯一的缺點是上下的晃動程度 上下晃動程度其實還好 晃動程度我覺得還可以 但是它左右晃動程度就非常的糟糕 它這邊是可以晃的 所以這個設計我覺得再做一些改進 不要讓它可以左右晃 整體的品質和感覺會更讚 這邊有小小的吊飾口 這邊是按鈕 而原廠它們都 你看蘋果就是在品質上面做得非常非常好 這完全不會晃動 這邊完全不會晃動 按鈕按下去 因為它是雙色的一體性 外面這邊是硬的PC 而裡面這種是軟的TPU 所以這個透明殼 它的按鈕真的是不太可能做到非常非常好按 而且它也不是懸浮式的 所以它按起來就真的有點要大力一點才可以按下去 我們看一下它兩邊的螢幕的大小 自從iPhone從5.8小支的Pro把它從5.8調到6.1 我覺得這個大小就對於打鍵盤來講 6.1是還蠻可以讓人接受的尺寸 當然我還是喜歡大支的 因為大支你在看YouTube看影片的時候 真的是畫面螢幕都非常非常大 而且鍵盤兩隻手打起來也非常非常讚 但是它的價格就要差7000到8000塊 就看你自己有沒有那個預算 再來是我覺得大支的真的就是用起來就比較好用 當然手感和手腕來講 就要非常的有強韌的手腕才可以做這件事情 接下來我們就來 而今年15 Pro和15 Pro Max有一個最大的差別 主鏡頭是一樣的 廣角鏡頭也是一樣的 最大的差別是在這一顆鏡頭 我們可以看到這顆鏡頭在15 Pro Max真的是比較突兀 那這個是傳統的三倍鏡 這個三倍鏡從蘋果大概已經用了三年 就都沒有太多的 蘋果已經用了三年沒有做太多的改動 而今年這邊呢它多了一個平行四邊形的臨鏡 所以鏡片可以做在外面 而光線可以透過四次反射進到Sensor 而Sensor是平面的放在這上面 用位移式防抖的方式 跟我們的主鏡頭是一樣的 而這個防抖方式是蘋果在手機攝影裡面非常非常厲害的技術 也是我為什麼一直還在使用iPhone的原因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Android的手機它的都是叫做OIS OIS就是Optical Image Stabilization 也就是抓著鏡片然後用來做五軸或三軸到五軸的防手震 那它就是抓著鏡片然後這樣子抖 這樣子抖的狀況下在一般的防手震都可以做得非常非常好 但在一個狀況是做得非常差的就是高頻的震動 高頻的震動像是什麼呢 像是我們人拿著手機在走路 然後我們假如踩到地板的那個震動 那種高頻的震動 那個震動OIS是抓不住鏡頭的 所以你會看到說當人在走的時候 然後你用Android手機的攝影或是Samsung S23 你可以看到它那個震動是震震震這樣子 那在夜間的攝影會更明顯 就是它會有一個瞬間很快速的抖動 抽動這樣子的感覺 而因為iPhone它使用的是Sensor Shift 也就是它的Sensor是做移動 而不是鏡頭去做移動 那它Sensor做移動的時候因為它比較輕 而且它的位移是防抖做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當你在高頻的震動的時候呢 你在走路的時候它可以把那個Sensor可以抓得住 而這樣子的影像的避震 可以讓我們的影像看起來在走路的時候 是非常滑順非常好看的 而蘋果是把這個技術也用到我們5倍的望遠 那這樣子我們在望遠的時候手在抖啊 各式各樣的防手震 這個防手震是非常非常厲害 那我相信蘋果是非常知道自己在做 我相信蘋果是非常知道它自己在做什麼事情的 我們為什麼一定要用手機攝影 而不用相機攝影 相機有更大的Sensor 有更好的鏡頭 那手機有什麼優勢 手機的優勢就是在它的防手震 相機的防手震 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相機 它是要拿大的Gimbal 就是大的 一般的單眼相機非常非常大 它裡面它有一些防抖的功能 但是它防抖功能 因為它的Sensor太大 它的鏡頭太大 它的防手震 只會做到一些沒有手機做得好 再來是為了要讓影像更穩定 單眼非常非常大 它的單眼大小大概就是這麼大一個size 然後這麼大一個尺寸 所以你為了要讓它平衡 你必須要用一個更大的三軸式的這種穩定器 那這個整個穩定器就變得非常非常大 而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通常這樣都會要5公斤到10公斤 平常像我們輕鬆業餘的YouTuber 在拍攝影片的時候 我們只是想把我們故事和我們觀點 跟大家來做分享 這麼大的一個設備 第一個價格很貴 第二個畫質是非常好 但是我們要把這些東西調好 那我們就會變成是 當我們要說故事的時候 我們要經過太多的臨界層 也就是單眼各式各樣的參數都設定好 我們才可以開始說故事 這樣對我們來講就是太過繁複和複雜 而手機它最厲害的事情是 它的Sensor它的鏡片很小 所以它的入光量不強 所以它低光的表現沒有那麼好 但是因為它的鏡片小 它的Sensor小 它可以做到一件事情是 它可以把防手震做到非常好 而蘋果是知道這個優勢的 所以它就把這個 它最厲害的防手震 也放到這個望遠的技術 在去年呢14 Pro Max 它有把一顆主鏡頭 我們這顆主鏡頭呢 它有4800萬 同時也可以當兩倍 就是說一顆Sensor 它有兩個排線 可以去做不同的讀數 所以我相信未來蘋果可以更厲害的 把這顆鏡頭 也許可以提高到更高的畫素 它就可以做到 比如連三倍都是用主鏡頭來做這件事情 五倍就用這顆來做 那三倍可能就是主鏡頭 可以有一倍、兩倍、三倍 但它的畫質當然就不只是4800萬 可能會是更高 6400萬或是更高 這樣它做三倍的時候也有1200萬 簡單來做以下數學的換算 現在4800萬是1200萬 四合一也就是變成4800萬 就乘以四、兩倍 所以它可以有一個4800萬的主攝 和1200萬的兩倍 那如果它連三倍鏡也一起放進去的話 它就是九合一 12乘以九 也就是10800萬畫素 所以iPhone16和iPhone17 有可能就會有用到一億的那顆 一億的那顆Sony的感光CMOS sensor 這是未來非常有可能的就是 但你會說那我用一億畫素的Sensor 九合一 那我們兩倍怎麼做 九就沒辦法做成四合一啊 所以為什麼今年蘋果要推出2400萬畫素 把4800萬和1200萬 中間去合成一個2400萬 就這樣插值的算法 在明年或後年有可能就是 當這顆主鏡頭換上是10800萬的時候 九合一 一顆的時候 它可以想辦法變成是 用這個差值的運算把它變成四合一 所以兩倍的也可以用Computational Photography 就是電腦運算的攝影把它做出來 這是我對於未來iPhone16和17的簡短的預測 這邊我跟大家分享了蠻多我自己的觀點和自己的想法 我們現在就開始來實測15Pro和15Pro Max 在三倍和五倍的拍攝的照片 那我們來看一下實際的差異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先來分享一下iPhone15Pro Max 這次5倍放大在攝影裡面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在相機的介面 然後4K60幀的狀態下 我們現在是0.5倍的 然後我們現在按攝影 這次非常厲害的事情是 它三顆鏡頭的協作變得更厲害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前面這邊有一隻咕咕雞 好 那這隻咕咕雞呢 它有漂亮的 有雞皮的皮膚 還有大大的眼睛 那我們現在是用廣角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桌子的狀況 它非常厲害的事情是它可以這樣 我們這樣直接拖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拉到15倍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眼睛這樣子 然後我們同時在做攝影 然後我們也可以 欸 再回到廣角 所以我們可以在出去玩的時候 拍非常漂亮的風景 同時前面有一個很漂亮的景點 或是很漂亮的端的一些燈塔 或是我們就可以直接這樣 欸 我們要看那個 那邊可能有一個美女 或是一隻咕咕雞 我們就可以直接這樣子 欸 欸 它的眼睛很漂亮 然後再把它拉回來這樣子 然後來看整個廣角和整個風景 所以這個對於攝影上面來講 會非常的方便 但是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我們在拉這個變焦的時候 手要記得要緩緩的這樣子拉 然後再緩緩的把它拉回來 不要說就是很快這樣 欸 欸 其實可以這樣很快這樣拉過去 但這樣子的話 我們拍攝影片的時候 觀眾就會非常的暈 就說 欸 怎麼一下子就到15倍 然後怎麼一下子又拉回來 這樣大概會非常非常的暈 這樣子 當然你也可以就說 欸 我一下就變到 欸 我要看到最遠 然後一下就回來 它非常非常順滑順這樣子 這是iPhone最厲害的地方 那我們也可以這樣慢慢的 像是調轉盤一樣 慢慢手調 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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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調 調過去 調過去 哇 真的很好看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說 它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它0.5倍到1倍的時候 它的跳動是蠻大的 1倍到2倍是數位的柴階 然後到5倍這樣子的跳動 其實是沒有到非常非常大 但是1倍到0.5倍 它這個位移的差別 真的是蠻大的 那當然是因為我們現在的 物體是離我們很近 所以會有這樣的問題 那也許我們在外面 比較遠的地方的時候 它的視覺差 因為這個距離比較短 就不會有那麼大的差異 好 這邊是簡單攝影上面 iPhone 15 Pro Max的一個分享 好的 那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的15 Pro 它只有三倍鏡 好的 那我們現在開始已經在 錄影的狀態 這邊0.5倍 切過來 3倍 它最多就可以做到9倍而已 它沒有辦法像我們剛剛可以做到15倍的方式 只有3x3就是9 那剛剛我們因為有5倍鏡 所以可以做到15倍 然後我們就可以這樣拉回來 同樣跟Pro Max一樣的事情是 0.5倍到1倍它的跳動是蠻大的 所以這就是你花大概7-8千塊的差異 就是說有5倍和3倍 你在攝影的時候 這個就只能放大到這樣的9倍 而我們Pro Max可以做到15倍 在0.5倍上 14 Pro Max的白平衡比較白 映影漸層比較深 銳度比較高 15系列更新了新的HDR算法 色彩層次更為自然柔和 2倍的部分 iPhone 14 Pro Max 顏色較為鮮明銳化 15 Pro系列較為自然真實 3倍15 Pro Max 雖然用了差值算法算出來的畫面 不過在補光充足的環境 15 Pro Max的3X勉強夠用 5倍上我們可以看到14 Pro Max iPhone 15 Pro 因為沒有原生的5倍相機 畫質上會有較為減損的狀況 清晰程度由最好到最差的分別為 iPhone 15 Pro Max iPhone 15 Pro iPhone 14 Pro Max 接下來我們來測試一下 iPhone 15 Pro的錄音 我們工作室的錄音環境 目前有冰箱有NAS 有一些環境的噪音 這次iPhone 15 Pro的外放聲音 我覺得音場更大 而且人聲聽起來更清晰 我覺得提升非常非常多 非常的讚 那就讓我們開始來聽下去吧 1mm 2mm 1mm 2mm 2mm 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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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mm 1mm 4mm 5mm 4mm 5mm 7m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